美国国会民主党众议员唐·拜尔选择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召开市民大会 拜尔议员代表的是位于华盛顿郊区的维吉尼亚州第八选区 这是民主党重镇 当地选民普遍对川普总统的政策感到不满 拜尔在2016年的选举中已超过68%的得票率击败共和党对手 市民大会开始 拜尔先发表了一段简短讲话 向选民说明他过去几个月的工作重点 川普上任至今已经近八个月 他推出了很多很糟糕的政策 我们有很多必须要做的工作 我们必须把我们的愤怒化为力量 我们必须要合适地表达愤怒 有时川普是对的 但大部分是错的 我们必须要用最强烈最清楚的方式 说明我们的反对意见 拜尔在奥巴马总统执政期间 曾担任美国驻瑞士和列治敦士等大使 他向与会者说明川普总统上任后 他特别担忧的决定 包括退出巴雷气候协议 对北约的承诺反反复复 任命一生反抗环保的人当环保署长 国务院内部是其低落等 不过他说也有些正面发展 包括奥巴马医保改革未能被推翻 川普和民主党人可能就 DACA项目达成一致等 接下来是重头戏 也就是发问时间 想发问或表达意见的选民 就在两旁的麦克风后 排队轮流提问 在这场市民大会上 出席的大多是对拜尔友好的选民 不过他们对拜尔也有很多要求 首先发言的是一位女性选民 她关心的是健保问题 要求拜尔支持众议院第676号法案 我从小成长在 父亲在外工作 母亲掌管家务 家中有三个孩子的家庭 我弟弟在七个月大时 被诊断出患有罕见癌症 他做了七年化疗 放射治疗和骨髓移植 她说 她的故事有个快乐的结局 她的弟弟现在已经23岁 已经15年没有新的癌细胞 她父母也没有因为 被必须支付高昂的医疗开支而请家荡产 还有能力送孩子上大学 这一切要归功于政府的医疗保险补助 你认为每个家庭是否都应该有像我们家这样的机会呢 如果是 你为什么还不在众议院第676号议案上签字 拜尔议员回答说 她支持676号法案全民健保的精神 但目前议案里有很多问题 所以她等着看参众两院的其他相关议案 接下来的发言者也诉说了自己的病史 以及因为没有适当的保险如何耽误治疗 她也要求拜尔在676号议案上签字 象征性地支持全民健保 接下来接二连三的发言者也都讲述了自己或家人在医疗保险上面临的困难 原来这些选民是有备而来 他们是一个支持全民健保的草根组织的成员 今天来的目的就是要求在国会里代表他们的议员 支持推动全民健保的676号议案 最后拜尔议员撑不住只好说 她明天就在议案上签字 除非我的助理明天告诉我 你们今晚不敢告诉我这个法理的问题 我明天就在676号议案上签字 除了全民健保支持者外 一群关心枪支问题的母亲也到场呼吁拜尔议员重视枪支管制和枪支安全问题 有几名选民关注网络中立 他们要求拜尔议员致力捍卫网络中立原则 保护消费者的利益和隐私权 除了有投票权的选民到场之外 没有投票权的居民也可以到场诉说他们的担忧 这位来自印度的移民已在美国工作十几年 不过由于目前美国移民法规规定 每年向美国家发放的绿卡数量不能超过总量的7% 由于印度人口众多 他等了11年还没等到绿卡 依照这样的速度下去 他说要等70年才能等到 他呼吁拜尔议员支持众议院第392号议案 废除7%的上限 会后拜尔议员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 谈到他对这次市民大会的感想 今天这个市民大会很清楚地展现 他们强烈支持全民健保 我们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 我们应该有能力为每个美国人民提供医疗保险 过去几年我们花了很多精力捍卫奥奥巴马医保改革 我们成功地把它保留下来 现在我们准备好进一步照顾每个需要帮助的人 虽然选民并没有在这次市民大会中提出朝核危机 但是关于目前美国面临最大的安全挑战 在2009年到2013年奥巴马政府执政期间 担任驻外大使的拜尔议员 支持以外交手段解决朝核危机 我了解目前美国军方将领 必须把军事选项留在台面 但我们深切希望有个政治解决办法 目前我们把希望寄托在中国和俄罗斯上 尤其是中国和我们合作 让朝鲜坐上谈判桌 共同找寻一个公平的解决办法 市民大会结束后 许多选民上前和拜尔聊天问候 并进一步说明他们的想法 并合影留念 今晚的市民大会顺利完成 美国之一记者张佩芝 张伟 维吉尼亚州麦克兰市采访报道 美国之一记者张佩芝